美国人心是真的黑了 上月16日美股暴跌 倒权失指数当天大跌仅43% 过去一个月内总跌幅近三分之一 可以说特朗普最引以为傲的股市 翻盘了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特朗普已经乱了翻唇 特朗普为什么如此的歇斯底里 其实原因很简单 对特朗普来说 由于民主党一直没有筛选出 有号召力的候选人 本来连任总统已施纳久稳 但让他没有想到美股陷入了暴跌 美国经济可能进入衰退的周期 如此 他的总统连任之门 有了破灭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 特朗普乱了翻唇 语无伦翅 在这种关键时刻 特朗普甩锅中国 这是何等的不作为 这对美国又有什么怨处 其实在这件事之前还有一个插曲 蓬佩奥北京时间3月16日给北京打了个电话 结果有两点很有趣 一中方的新闻稿没有出现在各大的网站的头条位置 甚至除了官方报道了这件事之外 很多新闻网站连这则消息都没有放 这是比较罕见的 这表明中方对蓬佩奥这个电话很不屑 而在中方的新闻通稿中 蓬佩奥没有留下直言片语 通评有一段是告诉美方中国能够答应这场战争 有一段是回顾中国对全世界负责任的态度 和采取的系列措施 其中有一大段的内容是 杨洁篪对美国政要的措辞激烈一点都不客气 新闻稿中这么一段是这样写的 美国一些政客不断地诋毁中国和中方的反控努力 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愤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与强烈谴责 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 天使对中国无端指责 中方正告美方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将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击 最后杨洁篪指出当务之急是积极地开展合作 中方敦促美方从中美两国人民 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议员触发 与中方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合作 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 就是这一通电话的几个小时之后 特朗普就在推特上发了那条消息 考虑到新闻稿中 蓬佩奥没有留下直言片语 考虑到特朗普几个小时之后恼羞成怒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蓬佩奥打电话对中国大概是两件事 一是指着中国试图烂中国背黑锅 为特朗普竞选减压 另一件事大概就是想中国帮助美国 可能还希望悄悄地帮美国以维护美国的面子 都到这个时候了 美国还想着美国优先 中国起能量的优先 于是我们看到 中方一顿的诀就把蓬佩奥给对回去了 这些人又一天天的不分白天黑夜的抹黑中国 他们已经在中国这里失去了被重重的基础 和特朗普一样 蓬佩奥果然也再次的犯病了 针对美国政要 这种连番的甩锅和抹黑 中国外交部再次进行了批判 发言人耿爽在商业市区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 近来美国一些政客对中国搞污名化 我们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在我看来 美国搞这些真的是得不尝试 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一方面中国为全世界争取了一个多月时间 还积累了大战经验 这是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都非常的认可 另一方面 担惊世界能够提供支援的只有中国 这除了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外 还有中国强大的国力和工业能力支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是全世界都在求的中国 美国却置身难保 在这种情况下 谁会复合美国 别忘了 美国抵制华为都没有几个国家响应 现在这个要命的时候 请问谁会复合美国 不讲科学 不讲道理 不讲道义 只是智力和抹黑 过去有一些国家迫于美国的实力 害怕美国而站队了 现在实力证明 中国也不比美国差多少 而且中国关键时刻 还能够提供帮助 那么除了向澳大利亚 漫无目的地访华外 还有几个国家 愿意跟在美国后边去访华 美国的抹黑 美国的抹黑 无凭无拘 中国的反击 有拼有拘 谁更能够获得国际承论和支持 时间会告诉我们 实际上 现在各国的表现 已经说明了一切 美国不是只说 只话而已 对特朗普的政府来说 更为重要的是 抹黑中国并不能够真正的 起到甩锅的作用 这一点 从特朗普推特下的留言 既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网友并不买仗 特朗普不得不辩解说 他这么做是为了美军 简直是荒谬的可笑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 当务之急 不是甩锅给中国 毕竟锅可以甩 但事实是甩不走的 美国政府还是长点心吧 近年来 美国政府对中国媒体 驻美机构和人员的 正常新闻报道活动 不断涉嫌无力刁难 不断的升级 对中国媒体的启示 和政治打压 特别是2018年12月的时候 美方要求 有关中国媒体驻美机构 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2020年2月 将五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 列为了外国使团 随即又对上述五家媒体 驻美机构 采取了人数限制措施 变相的大量的驱逐 中方媒体记者 中方第一时间 就美方出误作法 向美方提出验证交涉 较到了坚决反对 和强烈的谴责 并强调保留 作出反应 和采取措施的权利 今天中方宣布 至极律级 针对美方 将五家中国媒体 驻美机构 列为外国使团 中方对等要求 美国之音 纽约时报 华尔街绿报 华盛顿邮报 时代周刊 等五家美国媒体 驻华分审 向中方申报 在中国境内 所有的工作人员财物 说拥有不动产信息 等书面材料 针对美方大幅的削减 实际的驱逐中国媒体 驻美机构联工 中方要求 纽约时报 华尔街绿报 华盛顿邮报 年底前记者证 到期的美籍记者 从吉利去 四天内向外交部 新闻师申报名单 并于十天内 交还记者证 今后不得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包括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 继续从事记者工作 针对美方对中国记者 在签证行政审查 采访等方面 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中方将对美国记者 采取对等措施 中方上述措施 完全是对美方无力打压 中国媒体 驻美机构 被迫进行的 必要的对等反制 完全是政党合力防卫 美方有关做法 专门针对中国媒体 是基于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严重损害 中国媒体的声誉和形象 严重影响中国媒体 在美政策运作 严重干扰 中美政策的人文交流 暴露其自我标凡的 数位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中方敦促美方 立即改行跟瞻 纠针针针错误 停止对中国媒体的 政治打压和物理限制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错善加错 中方也必将采取 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 基本国策 没有改变 我们始终欢迎各国的媒体 和记者 依法依规 在中国重拾采访报道工作 并将继续地提供便利和协助 我们反对的是 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 反对的是 借所谓的新闻自由 炮制假新闻 反对的是 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希望外国媒体和记者 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 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3月18日 举行的中国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称 中方针对美方打压 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行为 对美国媒体采取反制措施 这几家美国媒体的选择 有什么依据 中美互相采取的 这种限制措施 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对此 外交部发言能耿爽成 中方采取有关措施 完全是对美国无理打压 中国媒体驻美机构 被迫进行的必要反制 造成当前的局面 其因和责任都不在中反 如果哪家美国媒体有意见 他们可以去向美国政府提出 至于中美关系的影响 跟上表示 中美建交事实多年来 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合作 恨不发展 双方都从中 或一两多 事实上 中国媒体多年来 为增进中国民众 对美国的客观了解 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我们敦促美方 摘下意识形态 又涉眼镜 抛弃冷战 零和博弈思维 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 和合作的事 中方不乐事 但也不怕事 我们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 对中国媒体的打压 否则 损失更大的将是美方 黎明镜 黎底 看着 美方 热